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重生巴凌 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 速速清扬 均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感谢您的收听 第1342集 周成还没说话 潘宝华吊着一只胳膊溜出病房 潘室长好 我是潘宝华 是周成的老连长 这事都是为了我的缘故 姜妍那小丫头嘛 年轻不懂事 但是她醒了 也不会赖着周成 潘宏恩没说话 就看着潘宝华 潘三 匪是匪 得看是在谁面前 潘宏恩不仅是大领导 还是成子未来的老丈人 得罪了这尊大佛 成子还想娶媳妇 潘宝华又重重接了一句 都是为了我 姜妍才受伤 她若醒了 我要对她负责 她要同意嫁给我 那最好 反正她一天不结婚 我就一天不娶老婆 不就是痴情嘛 大家一起耗着好了 姜妍那么耿直 总不能看她一辈子打光棍吧 要不就早早找别人嫁出去 要不潘宝华就要亲自和江颜大妹子死磕了 潘宏恩严肃的表情一收 宝华同志 我听小兰提过你 你帮了她不少忙 那孩子真是感谢你的照顾了 好嘛 这下又成了有亲和力的领导 潘宝华心想还真玩不过这些当官的 他要是不表态 肯定换不来汤市长的笑脸 周成也觉得未来岳父不好对付 明明以前因为康伟车祸一事打交道时 汤红恩还非常和气呢 对方身份一转变 对待周成就完全态度大变 是警惕中带着不顺眼 完完全全是老岳父看毛脚女婿 怎么看都是不满意 汤红恩不是刘芬 在他面前嘴巴填哄人没用 手脚勤快争着做饭也挣不到表现 汤红恩不看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他直指要害 周成把话头接过来 江颜受伤这么重 我和潘三哥倒是能守着 但是我们不是江家的人 赫絮之了还是要他父母出面 我已经通知江家人了 江颜的父母此时应该在赶来的路上 江五被抓 江家也是一片混乱 江五并未逃避 周国斌确认了他的确是被抓住 周成不知道他有什么仰仗 或许江五以为三人是死定了 跳车再晚个几秒钟 的确是毫无生还希望 周成三人都算是捡回来一条命 能活着就不错了 受伤又算什么 汤红恩终于表情和缓 你做得没错 是该通知江家人 接下来肯定有一场混战 周家和江家的 周成把江五给抓了 江五反过来差点炸死周成 最终受伤最重的 又是自家唐妹江颜 真是一团乱麻 汤红恩可以帮周成 也可以不帮 如果周成不是和夏小兰处对象 汤红恩没必要汤浑水 至于周成是不是小兰对象 别人承认了 汤红恩这关还没过 他得看周成如何处理眼下的麻烦 有些男人在事业上很优秀 可处理生活中的事 简直像没带脑子 这种男人就需要一个 全心全意肯在身后 当闲内助的女人 要是小兰想去当闲内助 汤红恩是舍不得的 挺优秀一个姑娘 念了大学 有自己的事业 凭什么不能自己精彩 要牺牲前途 去成全男人的精彩 周成或者周家 敢这样想 汤红恩真的会挽着袖子打人 汤叔叔 小兰这个时候 已经出关了吧 周成还是忍不住问这个 汤红恩悠悠道 你说出哪个关 彭城到香港 我看飞机都快到东京了 就算没有大爆炸 按周成原本敢去彭城的时间 也是送不了小兰的 车子开得再快 前后脚功夫也会错过 周成这时才真的沉默 他媳妇 委不委屈呢 两人自从金沙池寿楼时 见过面 后来 他国外跑了一圈 完全处于断联状态 春节回不来 出国赶不上相送 周成都能想到 夏雪兰一步三回头 出海关的画面 汤红恩干脆也没回去 就在阳城等着 在江炎被送到医院 四个小时后 江炎的父母 总算赶到了医院 金陵到阳城 一千多公里 开车要十几个小时 坐飞机 也没有那么适合的航班 可见江炎父母 还是想了些特殊法子的 江炎妈妈是挂着眼泪到的 江父则一脸难看 见到周成也没给好脸色 潘宝华跳出来 叔叔阿姨 小炎都是因为我受伤的 我会负责的 江母抬手要打潘宝华 你这个汗神经 这是我们江家的仇人 可不就是仇人吗 江母好端端的 被潘宝华给废了 想弄死潘宝华报复吧 还有人保潘宝华 自从江武成了废人 江家都笼罩在低气压中 也有人提议要培养江炎 江母是拒绝的 一个姑娘家 总去执行危险任务 去什么前线呀 一次没事 还能保证次次都没事吗 然后 这个潘宝华 不知道给江炎灌了什么迷药 江炎连家族名誉都不要了 偷偷拿了一份什么文件 跑出去 把江武 给检举了 反正 他和江炎爸爸 接到消息时 江家一片混乱 他们也是顶着 很大压力 到阳城来的 对 不仅是潘宝华 还有周家那小子 江母转动视线 终于看到了 靠在墙上的周城 江炎为了你 连家也不要 现在他不容于家族 你要是不庇护他 他必将肃无丧身之地 周城 你但凡有一点良心 就不该接他 偷出来的什么狗屁证据 也不该挑唆他 亲自检举堂哥 现在你要给小炎一个交代 你打算怎么办 什么叫庇护 自然是把江炎娶了 从江家女儿 变成周家媳妇 江家损失了一个江武 得到了一个有力的姻亲 至少不是毫无所获 江炎若有了用处 江家就不会彻底抛弃他 看在周家的面子上 不会拿家法来处置他 江炎的命才能保住 潘宝华搂着断手 阿姨 你住嘴 我没有再问你 你连自己都自身难保 难道叫小炎 跟着你去当海盗 我再问周城 江母看着周城 江炎父亲一直没说话 看起来也是这个意思 唐虎恩到街上溜弯回来 楼梯爬到一半 就听到这话 江家人这话说得有意思 他也想听一听周城怎么回答 就在楼梯口站了站 生怕周城看见他以后 发挥不好 周城认真想了会儿 又确认了一下 您的意思 让江炎当周家的人 他就安全了